老太太 童話著我吧 阿里丫頭要是有個三戰兩端 我也不活著 自從古事考證出的《紅樓夢》後四首回乃是高惡敘書 成為公論 高惡在紅迷界可謂百口朝傍萬目牙子 暴躁的比如周魯昌先生 在其作品《紅樓夢》新政理不顧斯文 下場痛思高惡 說她是有醜惡嘴脸的敗裏 號召大家痛骂她 又在近幾年的作品《紅樓奪目紅》裡 弄斥高惡的虛出行為 說此訣是中華文化史上一樁最大的犯罪 尖刻的比如張愛玲 在其紅學著作《紅樓夢》眼裡諷刺道 《紅樓夢》未完成還不了解 壞在狗尾序雕成了復古之居 而在更有人的書信裡 張愛玲更是直沉 一生有四大憨事 第四件便是高惡妄改思有不顧 溫厚的比如于平博先生 說高惡血書是失敗的 其失敗原因不在於財力不及 也不在於不惜心謹慎 實在是因為她和曹月馨兩個人 性格嗜好地差 我讀《紅樓》 每每到後四十回 壹局突然言語無畏 書中人突然面目可憎 所以還頂著相同的名字 卻各個性情大便莫名其妙 彷彿都被嚇了眾多了捨 而最讓我難以接受的 就是待遇去世前後賈母的表現 也要強推金玉聯姻 王夫人和賈母 從行處得知寶貸的心事後 賈母沉默半少 要說這麼一句話 連丫頭倒沒有什麼 說寶玉真是這樣 這個叫人做了男了 擺明了不在乎黛玉 黛玉從傻巴解除得知 金玉不是就要完婚 怨血暈倒 黏引一息 賈母見後 卻只讓王熙凡趕緊預備後事 說你們也該替她預備預備衝一衝 或者好了 豈不是大家省心 就是怎麼樣 也不至於臨時忙亂 咱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 仿佛唯一的外孙女撒手人寰 於她來說只是件麻煩 直一出黛玉的門 賈母又跟王熙凤吐槽僵死的外孙女兒 如今大了董的人士 就該要分別些 才是做女兒的本分 我才心裡疼她 若是她心裡有了別的想頭 成了什麼人了呢 我可是白疼她了 甚至開始厌陷她 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 若是這個病 不但治不好 我也沒心腸了 黛玉棄絕之後 凤姐前來告知 賈母卻連看她最後一眼也不願意 對王夫人說 你替我告訴她的英靈 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 只會有個親屬 你是我的外孙女兒 是親的了 若與寶玉比起來 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 倘若寶玉有些不好 我怎麼見她的父親呢 而黛玉病得僵死的時候 賈福上下 因賈母對黛玉的態度 連個探病的人都沒一個 可憐黛玉每次爭眼 身邊就只一個子娟守著流淚 連鸳鸳也打人賈母不待見黛玉 子娟一天跑三四趟 她都不幫子娟通報黛玉的病情 那可是思琪的出格行径被她撞破 下的病倒後她會支出眾人 立身發誓 說自己告訴了一個人去 就限死簽報 勸思琪放心養病 別白糟蹋了小命的鸳鸳 如此仗義侠妻的姑娘 到了後四十回 竟成了朱瑞家的一般的事業 苦降朱魂归禮恨天 賈福上下 竟這樣一個下一個的很多冷淡 林黛玉恐怕生前心已碎 而賈母的冰寒血冷 更是讓人切齒 前八十回中 連老西平福壽雙全 賤母的小道士挨打 老人家壽窮的貴婦人 卻突然生出一副 刻度愚昧的村中老腹嘴脸 仿佛她之前 對黛玉的疼愛都是假的 林黛玉不是她 最疼愛女兒的唯一遺孤 而只是一個貓兒狗兒 喜歡的時候 就摸她幾下玩一玩 不喜歡的時候 大顆一腳把她踢到一邊 真是讓人陡然心驚 作為多年紅迷 我覺得這種安排絕對不同 賈母對林黛玉的寵愛 絕非是空中楼阁表面文章 而恰恰是深入血脈骨髓 播撒到了黛玉的一卓意 前八十回中的原版賈母 絕對不會說出 外孫也是外人 為了孫子顧不上她的死活 這種話 賈母一直將黛玉和寶玉 一樣看重 寶采這個外人 才是不及萬一 不信大家感受下下面五個細節 一 第二十六回 可巧老太太那裡 給林姑娘送錢來 現在戀愛雞湯裡 常說的一句話 就是看一個男人 是否真心愛你 就要看他 捨不捨得為你花錢 捨得為你花錢的 不一定是真愛你 但捨不得為你花錢的 一定不是真愛你 其實這種說法 也是用於父母長輩跟小輩的關係 黛玉一往賈府過國之後 按照黛玉的說法 是所有吃穿用度 一草一枝 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 其實這個一樣 不過是賈府的官方黛玉 因為賈母的寵愛 黛玉的實際黛玉 要比三春他們好太多 賈府中 小姐的月錢都是二兩名字 三春實實在在 是一個月二兩名字 黛玉卻還有賈母給她的零花錢 而且數額絕對不少 每次黛玉 都還要給她的丫鬟們一頓好分 第二十六回 借著小丫鬥嘉惠之口 我們看到了賈母給黛玉 零花錢的闊綽場面 嘉惠性性偷偷 向小红大喊 躁話躁話 說自己去給黛姑娘送茶葉 可想老太太派人 給黛姑娘送錢來 正在給她的丫鬟母分 黛姑娘隨手去抓兩把給我 也不知道有多少 都說在怡紅院當差事陪差 丫鬟們削尖了腦袋 往寶玉身邊凑 其實削尖管的差事 除了不能給黛玉做一年外 也不差啥 二 第三十五回 從我們家四個女孩算起 全部入寶丫頭 《紅龍夢》第三十五回 寶玉要打之後 鳳姐携賈母王夫人一行人 來怡紅院看寶玉 家母打去鳳姐之後 寶柴來捧家母的場 說她觀察這幾年 發現停止鳳姐怎麼搅 也搅不過老太太去 言語之間 寶玉便將引家母來佔領待遇 誰知家母畫風一轉 卻說了一句 提起姊妹 不是我當著一太太的面奉承 千真萬確 從我們家四個女孩算起 全部入寶丫頭 寶玉大感意外 看著寶釵一笑 寶釵卻扭過頭 卻跟習人說話 戴玉粉看到這裡不免失落 說為啥老太太卻不贊戴玉 難道在賈母心中 戴玉真的不如寶釵 其實這句話是話中有的話 賈家本有圓迎探西四個女孩 但圓川家風賢德非厚 已是主子 不僅不算賈家的人 來到賈家之後 賈母夾政王夫人還要向她行李 賈母說的這 我們家四個女孩不是圓迎探西 而是戴玉和後面這三春 寶釵挑頭捧賈母的場 賈母反過來贊寶釵 這本就是場面話 你在我朋友圈點個贊 我在你朋友圈發個頂 社交規則 商業互吹罢了 哪裡急得自然而然的 把戴玉算走我們家四個女孩的貼心 談及眾人生日 西人說 2月10號是林姑娘 就指不是咱家的人 賈母卻在潛意識中 當戴玉是自家的人 呆頭呆腦的寶玉不懂 聪明的寶釵卻懂 這才毫無表情 扭過頭和習人說話去了 3第五十四回 賈母便搂她在懷中 第五十四回 容國府一言過雲霄 將散場時放炮上 因戴玉摒氣柔弱 不禁必泊之聲 賈母便搂她在懷中 接著王夫人搂住寶玉 薛姨媽搂住香雲 鳳姐看著笑道 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 鳳姐把賈母這一搂稱作疼 很是對味 賈母對戴玉就是個疼字 捏個針拿根線 一年的功夫只做一個香袋子 老太太都怕這寶貝大孫女牢碌著 林如海病重 賈母對誰都不放心 定要賈父唯一靠谷的男丁賈蓮護送 還堅持賈蓮再給孫女帶回來 太妃忽視 賈母和刑夫人王夫人等 都要隨機送走 家裡一個月沒大人 讓薛姨媽在園內照管姊妹時 賈母千叮咧萬嘱托 讓薛姨媽好生照管黛玉 生怕自己一個月不在家 黛玉有什麼差池 而知眼齋提起賈母對黛玉 更是用了溺愛二字 寶柴固然很好很優秀 可有味紅有說的好呀 賈母縱使認為寶柴各個方面都比黛玉強 只要火了拉著跑的也會是黛玉 因為寶柴是別人家的董事孩子 值得點贊 黛玉卻是自己家的寶貝孩子 是要摟在懷裡的 第五十五回 老太太自有踢緊拿出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古代女子在夫家能不能值得起雕 一是要看自己娘家的地位如何 二是要看她來到夫家之後 能有多少嫁種放身 迎春之所以被賬虹虐待 有很大原因 是假設欠了孫家銀子還不上 便把女兒貼了過去 用孫少祖的話來說 我是五千兩銀子把你買過來的 你別給我充主子奶奶 為了五千兩銀子 假設變得賣女 當然不會再給她嫁種 行夫人素來令子異常 又不是迎春親娘 更不會貼迎春一文錢 欠著夫家五千兩 又沒一毛錢嫁種放身 自己又只會挨打不會反抗 迎春這才被虐待的義仔父皇娘 待遇母親雖然早逝 但幸好她還有祖母 第五十五回 甚至賈母心意的鳳姐 就對平二說了 寶玉和林妹妹她兩個一舉一架 可以使不著觀眾的錢 老太太自有踢緊拿出來 賈母不僅讓林黛玉在賈府 過著比賈家正牌小姐更酷出的日子 更是要護她一世周全 早給她備有一份豐厚的家妆 所以黛玉跟寶玉算賬 說賈家如今入伍付出 賈寶玉才會沒心沒肺的說 橫樹也少不了咱倆的 是啊 只要有老太太再一日 就少不了兩個玉兒的 五 第七日五回 給平二寶玉兩個吃去 黛玉來到賈府之後 賈母便是把黛玉和寶玉拴在一起養著 黛玉是睡在賈母房中的必殺廚內 寶玉則是睡在必殺廚外的床上 黛玉的飲食起居 一切照著寶玉的樣子來 等到圓村讓豬子內搬到大觀園之後 賈母每次吃飯 卻還是記掛著兩個玉兒 第七日五回 開業宴一照花杯音 賈府的日子已經不好過了 賈母還要擔心兩個玉兒營養不夠 指著自己桌上的一碗笋 和一盤蜂烟果子裡 讓給平安寶玉兩個吃去 真愛不是上天入地大呼小叫 而是知寒知暖一飲一濁 要我說賈母對黛玉的關心 可能並不亞於寶玉 恰恰是一核心為著兩個玉兒分成了兩半 在幾個子女中 賈母最疼的便是黛玉之母賈米 賈米卻是多年後 王夫人提起這個小姑子 滋味還是很複雜 說自己沒受過大榮華富貴 而你林妹妹的母親會出閣時 是何等的嬌生慣養 是何等的金尊玉貴 唯一疼愛的小女兒絕殺而去 再也不得見了 只留下這麼一點單薄的骨血 賈母怎會不用半顆心來疼愛 若是來個萬四路的寶姐姐 便把她比下去 知道她一些 並無出閣行為的婉轉小心事 就登石翻臉不認人 賈母百年之後 又如何面對自己地下的小女兒 高惡系書中 給賈母的那些絕情安排 實在讓人無法接受 恐怕八七版電視劇中 聽為大雨病重 賈母痛哭 都瞞著我吧 林丫頭有個三長兩短 我也不活著了 都比叙書更接近人物的本來面目 感謝大家觀看關注和三連投筆 我是深世語 這裡是明珠笑談 我們下期見